我想说两则的新闻,第一则是中国的经济比想象中好 不过是来自日经的评论,访问了31个中国专家 另外一篇文章想说中国现在拿出芯片战的王牌 就是限制家和财者 现在德国的报章说中国限制家和财者令到这个企业恐慌性抢救 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其实没有事可以取代 首先讲到新闻的时候,昨天我没有开麦 但昨天是7月7日,大家都知道是龙溝桥事变 我在这里做时评,我每天都想想想 其实有什么新闻可以再深化一些 可以再做出一些更加有影响力的言论 首先有一件事就是,如果要看芯片和财者 这两个所谓芯片的反制王牌 再加上刚才说的日本的七七四变 我们先不要说回历史 我们先说回刚才尚峰说了这么多 关于日本的污染问题的科普 首先一件事就是,中国现在有两个大问题要面对 第一件事就是面对这个不合理的科技 所谓芯片的制裁,我们有什么反制 第二件事呢,对于日本现在公然地 听到这个污染物,我们一定是受影响的 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话语权可以制裁它呢 为什么我说这两件事这么严重呢 告诉大家,世界的局势已经改变了 中国现在可以这么说 中国是as number two 但是becoming number one 所以很多国际的事务 很多不合理的事是需要有话语权和影响力 所以能否影响到日本 我们有没有办法影响到日本 那么收手停售 还有第二件事,在这个芯片里面 我们是否可以很清晰地 给这个所谓对我们 无限量施行的科技制裁的国家 认识到损害中国利益 是有代价 你能够做到这两件事 不是给我们国民看五眼斑 因为你是领导 当就来未来是领导一个新文明 去取代一个旧文明 旧文明就是西方文明 美国主导的霸权 好看你们没有什么力量 当然了,这些是讲远了 在这两件事件里面 其实有什么可以做呢 讲解国民教育 讲解这个什么外国教育 马上每天已经有很多新闻在你手上了 第一件事 我们祖国和先生 我们已经推广了这件事 我们要以人与和谐 这个自然的和谐 我们提出很多事情 我们祖国和先生要漂亮 要亮丽 这是在外国主义教育里面 讲到的 所以说 你现在马上就拿出日本这个教材 福水难收 我们不知怎样 但要教清楚我们的国民 认识日本 不要收拾 收拾 只是制裁它就算了吗 他们就违反了 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个与我们本身的价值观 是绝对不同 我们拿出来就要做新闻 之余也要做教育 这么好的题材 为什么不拿出来说 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文明的问题 你拉高的层次 日本就无地自用 就算他说 我继续再度一件事 因为现在实际上 可能你说 美国现在罩着日本 我们没有能力 可以改变这件事 但起码你知道 令到我们的新一辈 你会知道这个是日本 比七七 湖口事变可能很多人很远 现在有很多人 你一定要知道 日本是什么国家 所以也插插 就是安国主教 虽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 我们要对其他人 包容、开放 但问题我再提醒大家 就是说 如果对着日本 我们就要包容、开放 日本有它的难处 对吧 你怎么辩论 你不拉高的层次 就是说 这是文明的问题 我们的本位是什么 民族和爱国 是一个想象工程 这是来自德国的历史学家 一次再教训我 布莱德肯特 所谓的 这是思想的共同体 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 我们一定说清楚 日本 我们是不是要开放包容 它很惨的 避震 是吧 我用我的本位 我用日本人 告诉你 我们死了多少人 我们有多少破坏 现在我用一个最便宜的方法 和你做 战施有客 你包不包容 如果你没有了外国 或者自己的国民主义本位 的话 你怎么去说呢 实际上 你不说的时候 现在很多香港人 我接触的 是会认为 日本其实也有个难处 竟然他离开了我们的本国国 因为香港 一向都没有外国主义的本位 一会有时候说到 譚米珠 他说他重症的经历 就是说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当时有没有国民教育 其实国民教育多重要 我一会和譚米珠的角度去分析 所以就说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经常也是一个 马上可以说 外国主义教育 国城教育 马上有一个很好的题材 就是说 今年很多人 都不看好中国经济 为什么呢 中国经济说 5%都没有 为什么呢 美西方 就继续 将中国凝固了 在一个所谓 是中国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之外 中国现代化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要解决 一些过往 所谓工业化和成绩化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现在就是说 今年 根据 31位专家来说 2023年 中国增长有5.5% 我们就不要执着 5.5% 5.2% 但问题就是 最多人 再关注一件事就是 我们的年轻率率很高 20.8% 经常拿出来说 BBC一篇文章 还怪诞 那你就说 这个 这个 山东烧烤 就是大家去吃便宜 乖乖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全部都烂尾楼 我们中国现代化 就是 企图去改变一些 城市化 工业化 或者叫做全球化 就是西方式的全球化 的一个所谓的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走中国现代化 不要认为我这些需要说 是 我们不能够再是 将农村 变成城市 猛攻起楼 来制造GDP 我们不能够令那么多年轻人失业 其中之一 大家会留意到 一个消息就是 我刚才看网上很多消息 那些年轻人都抱怨大学生 为什么出来做外卖 我反而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学生 大家知道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亲戚 在内地 我有打班区 有些朋友亲戚 他们的压力 跟香港一样 因为在极端的城市化 和追求工业化 所谓西式的现代化 这个模式之下 其中一个最大问题 大学生有很多 攀透了很多学位 每个大学生被冠以一种 不同的设想 香港人 所以 很多人是错配的 为什么说是错配 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去 驾驾外卖车呢 其中一个就是 他教育的问题 城市化 跟着就是 教育尖端化 学好英文 出国 跟着就是 拿个学位 读个Degree BBC Degree 用来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 所以现在就烂尾了 20.8% 16-24% 年轻人 这个就是 经常被新闻拿出来 救病 所以我们出来拿回 我们的罪事 一定要很清晰 告诉大家 我们不就是做 新闻读 事事 如果要评论的话 挂心一层 我们知道什么事 BBC 各方面 全是他们有罪事的 节奏 一直扫过来 那你会感觉自己 是不是 真是 中国识言代化 都不外如是 多少烂尾楼 多少人失业 现在就是问 我们要改革 这件事 太多人 在这个城市里面 除了居住 万一问题之外 也能找到出路 很多大学 是的 我们从小到大 父母不吃 不穿 不去旅行 给了些钱 给小朋友 去上不同的补习服 所以我们有补习服 早几年 早两三年 已经是 把它停止了 但问题依然就是 我压力在这里 大家争取他 做 学生 德国不是 德国训练了很多技术人才 并不是一定的 好了 下一个新闻 告诉大家 说来说去 大家就在这儿 结果出来 就变成了大家批评的对象 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的汽车这么厉害 其实 又不是厉害的 就是说很多的垂垂念 又是抄我们 又是他们 这些什么 其实实际有问题 但问题最新的消息 不得不说 这是来自法国的媒体 他说 根据企业咨询公司的评估 今年 中国首次成为汽车出口冠军 出世界冠军 第一季 中国出口是107万辆 超越了日本的95万4千辆 亦都相差很远 亦都超过了贵军 德国 德国一直都是靠这个食物 德国只有84万辆 排名第四 是韩国 75万 再其次 那些是博西国家 那些应该是没有品牌 他自己说 都是74万1千 那这些专家说 中国已经开始作为生产地 销售和出口国 正是形成汽车超级大国 就是换言之 中国未来的创科和技术 才是重要的 那我们够不够人 够不够这个足够的工程 和这个人缘 不一定是全部是 所谓的大学三 全部是读文科 那就是一件事 你会错配 那变成你读文科 或者是读其他商科 或者读其他不同的科目 在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面 一定有问题 那和这些大学里面来说 就是 香港是应该 过往来说 就应该是 一 香港是没有经济转型 那依然是单边的 所谓的 资产的 的世界 资产的经济 那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的大学 就是 我们令很多人 读很多书 我们令到他们的思想 有改进 不过问题 同时他们的想法 觉得他们应该是 社会上流 但问题是 你错背了这些 社会没有转型的话 那就有了一个落差 所以 为什么我们会 在这个时候 那么多年轻人 做了这些 黑暴 或者做了这些 港部的主流 这是一个教训 第二件事 你用社会分化 来改变社会别墜 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就是简单的这个提议 所以 为什么我读安时事 我会很深入去想想 还有深层次的事情 可以令到 今天 完了新闻就算了 有没有可以 变成一个教育的力量 我们的 敘事的力量 就会 说回来 日本的污染 是否只是说 我们禁止他们 不给食物就算了 我们怎么教这些年轻人 是不是叫什么 回乡下打卡 还是担心 哎呀死了 我们现在日本 没有日本的食物了 你看这些新闻 就这样思路了 有没有新闻出来说 喂 这件事跟整个 真是 现代文明是相违背的 第二 提出我们的立场 清楚了 中国西元代说五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人与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中国观 没有 我们是担心 年轻人死了 我们没有日本的食物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缺失 我不知道 但我作为社会持续者 看到这个问题 我就会出来说一说 七七 和沟淑仁事件 可能我们没有了 什么纪念 没有了气氛 但是日本以今次这件事 是人神共愤 可以这样说 但是 如果日本人用日本立场来说 你是不是要共同和他包容呢 我们很惨 我们死亡人 那次大地震 我不想的 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的立场要得很清楚 也就是 就是关于中国的教育和经济模式 我们正在改变 不要听西方每天都要重骨刺 像陆金基一样 告诉你 你有20.8%的人失业 不要告诉你 这些必然有很多烂尾楼 其实中国正在挣扎 是要解脱了这件事 所以你看回我们的五点 中国识言道法 当你报导西方的说话 譬如BBC 我们说他们有多少人的失业 多少烂尾楼 同一时间 麻烦你补充回我们的中国识言道法 应该怎么走 这才为之叫做新闻 为之是香港的新闻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从一本《为甚么要学历史》 这本书我学到一件事 就是说 民族精神 或者是爱国的主义 是一个思想工程 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个为了要延点他们的斗子精神 民族主义需要在社会和技术方面加工 其中第一件事是印刷书刊 提升阅读能力 合力的共同议员 适当的识字程度 大家向到很多文化 是什么文化 是中国识现代化的文化 有人这么提 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都立法 很明显因为对着港澳的同胞 都需要适应这件事 外国主义的几点 其实就是 可能我们觉得是有难处 这个难处就是 大家都应该理解到 个案来说 一向都觉得我们和内地 是有不同的文化思想 和不同的策略 但并不是 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你需要做一个思想的工程 一个想象力的共同体 因为你要做到这些事情 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点 包括你要认识 这个 没有资金思想 这些事情如何推行 这个都很重要 留下下一章再说 总的来说 中国如果是作为一个汽车 超级大的 那就会发达了 这个就不是说 你卖多少车的问题 因为你汽车可以带动一个很大的行业 可以很大的产业链 会形成给手机 手机的个案来说 中国都已经变成一个科技产业链 已经是可以叫做 有这个power 你再去到一辆车的时候 就更加大 看回三个国家的历史 美国 德国 和日本 美国的汽车就是 带动到它这个 城市建设 令它变成一个强国 德国近代来说 战后也都靠它吃户 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高收入人士呢 以前 就因为汽车行业不太带动 如果中国能够把握这件事 就很重要 当然中国还有新能源 中国还有数字经济 所以说 交易很重要 我们不是说 现在要训练这些大学生出来 要去驾车 去驾车送外卖 其实说 我们的科技人才 还够不够呢 因为听说 很多的科技人才 都争取了 去拿绿卡 但是年轻的 我们够不够 我们去训练到 有足够的团队 去给他们 我们有足够的工程人员呢 因为未来的经济 未来的竞争 不单止美国 就是印度 印度工程人员 也很多 不是假的 你见职局 这么多CEO 你见这么多软件 都要去挪外包 你都知道 所以说 我们的教育 你就要一直伸 就说 那20.8% 其实这个出来 是否中国制度 有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 中国的制度 中国式的原料法 正在改良这件事 所以你要告诉别人 当你报道西方的资料 当然是 它说没有假的 没有发布假的 20.8% 你自己都提出 但它帮你演绎的时候 就说 你依然是 受限于房地产泡沫 你依然 还要刺激经济 这个已经是林立夫说过 中国最好的刺激经济方法 应该就是投资 当然 你不是说 那四万一的人 通过投资去带动经济 就不是开放一些 所谓的经济的刺激 比如说 好像西方那些 你们要多花点钱 那些 他们走这个不同的路 不是走这个市场消费 去刺激经济的路 加上现在 譬如说 我们也很好景 外国的机构都觉得 我们现在开始 变成汽车超级的强角 所以我们要把这件事 还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中国原来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国观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现况 这件事 我作为时评人 每个国安新闻 我都是心思一样 怎样可以 带出中国更加深层次的现象 给大家看 大家 一会我会说到 法国革命 不是法革命 法国黑暴 和香港有什么不同 这个也都理解到 而且我们现在 在国际包围之下 国际真的在包围我们 我们其实应该怎么想呢 我们怎么可以和其他共识 怎样我和其他人 要有这个包容呢 等一下再说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 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我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力部 去巴士力部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力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